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 火 我们八字中的火要是受伤了 我们人的情绪会低潮 甚至会忧郁症 不管这个火代表了是不是硬心 或者是食伤心 他都有这种现象 为什么火会有这种现象 其实火在八字里面 他就代表的是精神 活动力 积极性 所以当你的火要是受伤了 你的人活动性积极度会降低 在这时候你就会怎样很懒散 就很像下雨天的时候 水比较旺 火比较弱 你就会很想要睡觉 不太想动 都是一样的原因 就是你的火性很弱 所以当你的火受伤的时候 不要怀疑 会跟硬心食伤受伤一样 都会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人有精神病 你看不出来 为什么不是硬心受伤 不是食伤心受伤 原来是火受伤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 庞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